虽然美国的中期选举不是选总统 但是选举结果却和总统息息相关 有分析就指出 如果民主党在选举当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总统拜登未来两年的施政将会大受影响 不明思义 中期选举就是在美国总统四年任期中间举行的国会选举 被视为总统的期中考 让选民考核总统上任以来的表现 而在本次选举中 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 及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席将会进行改选 接近历史 在任总统所属政党通常在中期选举失利 即便是人气极高的前总统奥巴马 在任时 所属的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 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失去了63席和6席 连携民粹主义上台执政的特朗普 所属的共和党 也在2018年中期选举输掉39个众议院一席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If Republicans gain control in Congress and pass the national-wide ban on abortion I will veto it But if we elect 拜登这番言论多少透露选举结果对其施政的影响 有分析指 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失去众议院控制权 拜登政府在国会通过法案的能力将会被削弱 届时不但可能令保障堕胎权法制化计划泡汤 连恢复攻击性武器销售禁令等多项立法议程 也会遭受共和党阻挠 其中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问题首当其中受到影响 外交政策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民主共和两党少有立场一致的议题 所以就算众议院控制权一手 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转变 但在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表示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 将不会向乌克兰开出空白纸票 意味着可能会缩减对乌克兰的财政资助 这将削弱乌军抗俄力量影响战事发展 要是民主党连参议院控制权也保不住 拜登唯有利用总统否决权和共和党周旋 施政将更加困扰 也为这位高龄总统竞逐连任之路增添障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